难得天气放晴,一大早就有不少人沿着基隆河自行车道沿线骑车或是走路散步休闲 而沿途看过去的风景也真的不错,生态也很好 只是在跨越,切东西的这座桥似乎有点美中不足 因为几年前插了油漆,剥落严重险的斑驳 还有卸纸多余长青苔黑黑的一片实在不好看 这边的景色非常的好啊 就是很悠闲啊 我觉得OK啦 当然要稍微整修一下会比较好啊 这一条基隆河人情步道的话 整天从白天也是晚上也是早上更多人 那现在看到的桥头的话 以往的话都有油漆的蛮漂亮的 已经是差不多三四年已经没有再上漆了 为了整体景观16号上午里长市府水利局也到现场会开 桥的两侧都是类似的状况 油漆斑驳剥落影响整个门面 如何让休闲环境更好 非常就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协助美化改善 今天早上要求的话高滩的来会堪 希望说这个再把它美化一下 重新再油漆因为毕竟剥落的很多 而且也看起来很难看 里面一直在反应 所以说我希望说假的可以的话 主管单位希望来再跟我们再重新美化一下 颜色的话以高滩那边为准 因为毕竟的话材料他们在叫 我们是说希望说由高滩那边来给他自己去决定 这座桥也刚好跨城中里及里门里 两位里长也有共识重新粉刷 至于上什么颜色也交由水利局决定整体考量 希望能够尽快的改善 让基隆河步道景观更好 小程慧玲希子采访报道